台湾的梅花猪被剪出了瘦肉精西布特罗 国民党要求立法院明天召开临时会 而且还要请陈建仁针对台中验出的西布特罗来做食安报告 不过今天就传出了立法院的议事处发出通知 表示说韩国瑜因为失神还有作业程序的考量 因此是未便召集协商 意思就是说等于是否决了国民党团的提议 不过侯孟坎也出来说了 其实一切照法定程序来进行 民进党不用纠结是不是开临时会 现在就是要求行政部门专案报告 说明民党过去执政八年的食安漏洞 如何来加强防堵因应 食安没有妥协的空间 不过绿营的立委洪生汉就直接酸说 台中市政府只查内包肉不去厘清源头 卢秀燕只想赚政治声量 甚至是立委吴思耀还说 这片天选之肉到底从何而来 大家都很想知道真相 网友就说你们是在暗指台中市政府有鬼吗 我们来看一下行政院的食安办主任 很巧他也叫做徐甫 他说近两年来没有查出有任何西部特罗的动物用药进口 可以确定是实验室的用药流出 后续会把调查的重心放在西部特罗的溯源 还有从畜牧端 屠宰 贩售到实验室通通都会去查 既然没有含有西部特罗的动物用药进口 实验室用药有很少 难道是有毒的肉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吗 真的是实验室的污染吗 这个徐甫说行政调查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但是传出这个食药署的专家会议 其实地方根本就没有接到通知 被排除在外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格魁陈建仁也出来说话了 好 他说呢 其实啊 扩大检验了706件都没有检出啊 因此此案是属于单一检体问题非系统性的事件 可是啊 你看呢 他现在说扩大检验706件 可是啊 2月10号当时啊 其实呢 行政院也跳出来说 截至2月9号累计检验了705件样品皆未检出 所以啦 整个过年期间 看起来这个扩大裁剪 难道就只增加裁剪了一件吗 从705件变成了706件是这样子的吗 好 问题是 苏伟硕医师就说了 你现在查不到 真的就可以证明当初真的没有任何 有毒的肉出现过吗 立文怎么看 民进党为什么意识形态治国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太无能 没有治国的能力 你想想看 各个不同的领域 这个每一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多如牛毛 那民进党没有执政的经验 也没有培养治国的人才 他们长期培养的是选举跟政治斗争的人才 而非治国的人才 所以当你不会治国的时候 遇到问题怎么办 就是赶快把它政治化 无限上纲 要不然就拉成两岸的对立 要不然就是拉成蓝绿的对立 那这个时候呢 就让大家忘记民进党政府的无能 今天这一包肉 就是彻底凸显了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无能 但是在台湾 是一个医学成就 还有我们的健保体系 傲视全球的一个国家 坦白讲我们的人才 我们的量能 不应该在食安的问题上面 没有办法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更何况近年来 我们发生过多起重大食安事件 其中包括像当年的那个猪油的事情 搞得整个国民党的政权都要垮掉了 再加上这么多年来的 莱克多巴胺的 瘦肉精的国际性的争议 所以台湾早就应该照理讲 建立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食安的系统 甚至于可以让其他国家来学习 的一个榜样 但是你发现民进党执政之后 哇 农委会 食药署 卫福部 哩哩落落 主管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下面的螺丝 全部通通都松掉了 好 所以呢 发生事情呢 就赶快说 你干嘛要宣布呢 直接把它拉升为 蓝绿的斗争 变成是卢秀燕想选总统 变成是民进党怕卢秀燕选总统 然后呢 当被验出来 中央也验出来 所以呢台中市打了一场胜仗之后 你看民进党又开始讲了 也不过就是一只肉 一包肉而已嘛 那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台中市政府不去查 民进党立委怎么好意思问这个问题 当时台中市政府说有问题的时候 你们骂台中市政府说 才一包而已 你就这样子大声嚷嚷 唯恐天下不乱 说有问题不可以讲 好 现在确定有问题了 然后又说台中市政府怎么不去查 那我养你中央政府在干嘛 我养你这群人要干什么 那你们这些人 包括卫福部的次长 王必胜 通通每天讲X话 评论一大堆 好像路人甲一样 所以呢 你们整个的体系全部通通都当机了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他们查不出来 我不知道是查不出来 还是不想查 就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因为贪腐 不想查查下去不得了 不能查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会查 因为愚蠢跟无能 就民进党政府 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搬 意识形态的大旗出来 因为要不然就贪腐 要不然就无能啊 只好这样子恶搞啊 那这一次 其实我们20号 立法院就要开议了啦 我觉得国民党党团搞了一个乌龙 那还好这个韩国瑜就用他的智慧 就今天不要协商这件事情 就当作没有发生了 那我我昨天不就讲了吗 因为我们立法院过去这八年来 几乎都已经变成一个惯例了 就是说第一天 国民党就不让行政院院长上台 然后有时候我们撑了比较久啊 因为问题比较严重 像莱猪的时候撑超过一个月 甚至两个月 那现在后面呢 就变成后继有点无力 就只有一天 甚至半天 然后呢 半天不让行政院长上台之后 就会来协商 协商呢 就会针对当下的重大议题 好 比如说这一次呢 就是这个 十案的问题 那就在施政报告之前 再加一个专案报告 有时候加两题嘛 因为两个题目都很重要 好 比如说现在两案也很重要 你可以加两题啊 不要加一题啊 做两个专案报告啊 一个十案的专案报告啊 还有一个两案的专案报告啊 旅游的专案报告 报告完了以后 再让他做施政报告 因为我们2月1号 已经开议了 坦白讲 是没有开临时会的问题 你只是提早开会的时间嘛 那你要提早开会的时间 你就被黄国昌酸啊 我当时叫你们提早 你们都后 这个也困难 那个也困难 这个也没办法 那个也没办法 现在通通都有办法了 所以韩国瑜就是 大家通通不要吵 也不要来协商 一切就按照原本的议程 那总是这个问题 我已经讲过了啦 其实在第一回合 国民党 尤其是台中市政府为代表 卢秀燕已经大胜 那第二回合 中央就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嘛 所以国民党立愿党团 可以不需要太着急 在这个时间上面 不要失分啦 那他们也就是过完年之后 现在上班两天 明天才第三天嘛 你让他上完 这三四天的班之后 下个礼拜二 来跟大家报告 那你这四五天的时间 你查出了什么东西啊 你的进度是什么 你才有办法继续追查 如果只是要谴责王毕胜的话 就不需要 就是院会通过决育 谴责王毕胜 要求王毕胜道歉就好啦 那国民党党团 愿不愿意在这么开始 就测试跟民众党的关系 然后在立法院里头表决 那但是我觉得表决 要求王毕胜道歉 是很可能会通过的啦 不在党想要开临时会 来追授金的争议 结果民进党却说 这样的做法叫做逾越宪法 而民进党的立愿党团 干事长吴思耀 甚至还说 大家都好想知道 这片天选之肉 到底是从何而来 口吻充满了戏热 到底想暗示什么呢 行政院实案办说 要召集专家会议 来追西部特罗的来源 从牧场啦屠宰场啦 到实验室通通不放过 可是传出 旧旧台中市卫生局 没有收到通知啊 网友就质疑了 难道民进党 现在是在怀疑 台中市政府在背后搞鬼吗 兵哥怎么看 其实行政院实案办 主任徐甫讲的 说这一定是实验室用药流出 那这个意思 其实就已经等于是 在指控是台中市政府 他的实验室遭受污染 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只是他不敢直接讲而已 他用绕了弯子的方式去讲 食药署的这个实验室 也被污染了 没有 这个倒不一定啦 因为他肉 因为简体是台中市卫生局提供的嘛 他可能就说那块肉 从后到尾就被污染了 那我觉得 如果你们真的这样怀疑 那赶快去查啊 过年前就出了事了 到现在过完年还没查 我刚听到你们这样讲说 现在要召开专家会议 我以为专家会议早就应该要召开 不是 这希伯特罗这么危险的东西 结果你们到现在才准备要召开专家会议 而且还不打算叫台中市政府来 请问一下你到底想干嘛 这个才叫实测刑堂吧 你找一堆全部都是你的人 然后你们一致决定 就是台中市政府闯的祸 不就准备结案了吗 不就准备打算这样做吗 然后我觉得他们有几个逻辑都说不通 第一个逻辑 许甫说近两年都没有希伯特罗 这个要进口 所以这一定是实验室流出的 请问一下 我就问一个事情 许甫你天然在海关那边守着 他没有登记就代表他真的都没有进口吗 那台湾有谁登记安非他命进口了 有谁登记摇头丸进口了 那为什么台湾到处都是 你告诉我 谁规定你没有登记 就代表没有其他希伯特罗进口的管道 你确定真的是这样吗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他们很好笑 他说牧场屠宰场到实验室 通通都要查 我以为你早就查过 这个不是一开始 那不然的话请问一下 你们当初去台厂到底在查什么 你不是就当时已经查过吗 所以现在你在告诉我的意思 你根本没查啊 不就这件事吗 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一下 你现在查牧场屠宰场实验室 那些都是本地的猪农哦 那外国的猪农呢 我们台湾还有进口外国猪肉啊 会不会是外国猪肉染的 你有没有去查台湾所有的 他贩售的这个猪肉来源 除了他自己饲养了之外 有没有跟其他猪农掉肉 那有没有一些实质转型的外国进口猪肉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查这一点 台湾你有没有叫台湾把所有的进出货报表 全部给你看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自己生产的 他这几年生产的猪肉 猪吃的数量是大幅减少 所以他的猪肉一定有从别的地方来嘛 那请问一下都是从台湾本地来吗 有没有从外国来的 会不会是外国来的猪肉里头有西部特罗 请问一下你为什么完全忽略掉这一块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行政院的整个动作在我看起来 根本不像是为了查出真相 而只是为了想把责任推给台东市政府而已 那吴思耀讲的更好笑 他说大家都想知道这片天选之路到底从何来 那你这么想知道 那你当初应该附和黄国昌 2月6号就开议啊 大家来追查 那你为什么没有附和 显然你根本就不想知道 对哦 都忘了还有实质转型这回事啊 是不是也是想说一般民众可能会忘记 所以就不用告诉大家 这有没有可能是进口猪肉了吗 好 年前爆出了台糖猪肉含有禁药 一度引发民众的恐慌 当时的行政院说 已经检验了705件样本了 通通都未检出 还说春节期间食安不打烊 结果呢 昨天啊 各位会陈建人出来说的 截至2月11号我们累计已经验了706件了 扩大检验样品当中 也都没有验出西部特罗 所以确认猪肉的供应链 没有污染的风险 依照陈建人的说法 那不就是说代表 从年前到现在只增加了一件吗 从705变成了706件啊 不是说好了春节食安不打烊 要扩大裁剪吗 那难道这个扩大裁剪就是减了一件吗 这难道是大内宣吗 委员怎么看 春节食安不打烊 肯定是大内宣啦 那我在想说 就过年前的时候 2月9号他们那时候讲说 那个累计的那个检查的数量是705件 然后年后的时候 2月15号的时候讲说 他们统计到2月11号有706件 我觉得事实上这东西 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春节这段期间 事实上是没有增加的 那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在给统计数字当中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小误差 那如果说真的过年期间只有多这一件的时候 那我觉得也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春节食安不打烊 这样子的一个口号肯定就是一个大内宣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就是说从111年 1月到11月整年度的时候 到12月整年度 这个食药署的一个统计数字 针对乙行收入金的部分 大概就只有抽验了3886件 112年只抽验了2631件 平均一个月大概是200多件的一个量 那自从台中发现了这个 西布特罗的仪式的一个梅花珠 这个事件当中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大幅的检查 一下子检查了700多件 那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整个民进党中央的部分 他们一直想要想办法甩锅 把责任推到台中市政府去 推到实验室去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说台中市它是一个发现问题的人 中央是要去解决问题 去解释问题的一个人 可是他们现在其实完全没有 就是带各种的风向 说什么过去这两年 西布特罗只进口了0.789克 四家厂商72比 只有这么多 可是其实我都觉得 这不是真正的重点 因为以目前来说 会不会有一些走失的猪肉 或者是有些民众 他们在担心的事 就进口的猪肉 会不会透过了台糖 又洗了一个产地 这是大家在担心的事情 可是中央对这事情 也都没有很清楚地去说明 感觉在带一个风向 想把这个责任 推到台中市政府去 可是我觉得民众是清楚 头脑是清楚的 现在连食药署也都证明 这一盒梅花珠确实有西布特罗 那到底怎么来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必须要解释清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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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